大家好,2019年2月27日,各位萬迷早晨,歡迎來到今天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就用了另外一支麥克風來錄,希望可以聽一下,大家看看這支麥克風會否好過之前 好,今天就要跟大家說一下,我們作一下水晶弓的前瞻 在今晚很晚很晚,凌晨4時就會我們作一下水晶弓 今晚的安排也會一如以往,3時就會出這個即場討論Pose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那場賽事,明天就會出這個帕大巴角度 當然,今天重點都會講一下蘇斯克查的記招 因為一個很重要的資訊就會在那裏出現,就是說我們今天的雙病情況是怎樣 稍後再講蘇斯克查記招,先講一點對手和球證 今場球證就是Martin Atkinson 而對手方面就是水晶弓,大家都知道,學神 去到水晶弓之後一直都做得不錯,現在也是經常在中游的地帶 應該就沒有什麼說降板的壓力 對手來說,也有些球員可能是未必能出的,就是薩高 薩高就是上一場,他們贏里城之後,中場踢的時候有些受傷,不知道能不能出的 另外還有一個,其中一隻雙,Wan Baskar也是擔心的 另外Martin Kelly應該也是不行的 他們近方也是不錯的,剛剛贏了李斯特勝 也都間接送了Corpiel一程,他就被炒了之後 那學神呢,也都厲害,他剛剛就破了這個紀錄 成為英超賽場大領領隊的最老的一個紀錄 七十一歲多,費Sir就忘記了第二還是第三 另外那身的Bobby Robson也是其中一位 這幾位都是一個老帥,可以這麼說 但Roy Hoson仍然繼續在這裡擦身紀錄,因為他仍然在教水晶功 那水晶功最強的當然,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舊部Wilfred Saha 是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棋子 另外Townson,唐辛也都近排的狀態是不錯的 所以這兩位球員,我想都是我們要留意的了 究竟這一場球我們是怎樣的 我們很多萬迷我見到已經留意了 這場球絕對不能夠輕敵的 因為水晶功的而且確,在學神的領導之下 有這麼多水準的 好,那要講一下蘇斯克查的記者招待會 那場雙雄匯和之後,大家都可能覺得 蘇斯克查的壓力大了,因為始終我們剛剛就被阿仙奴過頭 暫時在第五位 但是,這個記者招待會我見到蘇斯克查 也都是比較,就是壓力,減壓 我覺得他做得相當之好,你看到他就仍然變回 我上次不是說他對利物寶那場的記者招待會 有少少緊張的,但是這一場球呢 這個記者招待會我見到他就相對來說 就變回輕鬆一點的,OK? 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也有少少跟記者有關 記者一開始第一個問題就問他 46歲呢? 第一,先抓了生日快樂 然後就問,46歲是不是太老呢? 如果註冊出場比賽? 就是這樣,蘇斯克查這樣回答 他答得不錯,他說 其實就不關稅數的,不過呢 就是我的狀態 我的狀態呢,就是未必足夠下去 就是,踢球,踢鷹招 這樣,都是一個講笑 我相信,所以呢,你看到蘇斯克查 其實可能也都因為一開始被人問一個這樣的問題 整個記者招待會呢,你看到他呢 就是輕鬆一點點的 就沒有說利物浦那次這麼繃緊的 好了,接著呢,就最重要了 他又說一些我們的受傷球員的狀況 他就說呢,其實我們都沒有正式的操練 所以說的是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不是昨天早上 都不是啦,都是下午的 所以他都沒有一個很準確的受傷的情況 可能今天才知道,可能真的要 不過他就說了,達米安已經開始 叫做有些操練,不過就 未必能踢得啦 他就覺得樂河應該是比較上fit的啦 就是有這個有機會可以踢到的樂河 那呢,就說福仔呢 就仍然都在觀察中的情況 暫時都未知福仔是怎樣的情況 在觀察中 那就,大致上他講了這幾個球員 但是他也都提到,我們年青球員 是不是已經是ready呢 那他就說我們有三個年青球員 有跟我們操練的,包括呢 就是Angelo Gomez James Gardner,就是他叫他做Jimmy 那另外呢就是阿鍾仔,阿聰兒 那這三個都有跟操練 隨時都有機會ready的 那另外記者就問了,喂 中師爲什麽呢? 我們的一代中師爲什麽好像 設了中那樣的呢? 那他說原來呢 之前有些情況他就病了 所以就不能參與的 那但是他就說其他的中堅呢 就應該都是ready OK,那跟著個問題呢就問了 然後呢,山神和 杜卡古 兩個這麼重量級的球員 由於他無論是轉匯費 或者人工都相當高 那究竟他兩個怎樣呢? 是否應該要step up 就是要站出來呢? 那蘇斯一查呢就說呢 就是他們都是 很有質素的球員 那還有呢,原來就說他們兩個都很friend 蘇斯一查都親口說 他們兩個好friend的 那他很希望呢,他們就是會建立多些聯繫 在個球場上高 那他就說呢,其實呢 他就很希望呢,他兩個在這個時候 可以step up 就是帶領到球隊 為球隊做一些事情 那也都導致到 他說其他球員好回來之後呢 是令到啊 我自己的蘇斯一查呢 有一個選擇的困難 就是說這麼多好的前鋒我怎樣選呢? 他就很希望這件事會發生的,OK? 那我也都說回其實 努卡古呢 都有製造了一個機會的 在利物浦那場 就是那個頭鎚 兩個,他說努卡古有兩個機會 那還有呢 打右邊一點點 對於他來說是一個新的位置的 那他也都知道呢 就是福仔呢 如果現在就是有少少受傷 或者我們依賴他都很重的 那所以就說 如果福仔真的受傷的話 不可以出的話 那努卡古可能打回前些 那他可能呢 就打回少一些防守的工作 那樣的 那但是他就說啦 就是努卡古那個態度 那個效率呢 其實都相當相當之好的 那還有呢 啊 啊 連加特 上半場 和啊 細錦下半場 那個機會 都是努卡古的傳送來的 那所以 阿漢經常說努卡古 即是未必這麼 就算這個位置也未必適合用 但不是的 其實在 利物浦那場 他真的出了兩個致命的傳送的 一個就給啊 連加特的單刀 一個呢 就是給啊 史摩寧世錦 那球的 如果世錦 湧進去 好像阿V那樣 湧進去 就入到的 有機會啊 所以努卡古的確 他在右邊都製造了一些威脅的 OK 那麼他衷心就希望呢 努卡古和山塞士 可以 啊 夾得好些 令到他們呢 就是啊 可以是 成功地表現到他們的情況 那所以呢 那說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啦 我就在啊 蘇瑟齒來了不久之後呢 看了幾場之後呢 我就說 哇 我猜他真的可能想複製回呢 99年的黑白雙殺的情況 那所以呢 就說可能啊 福仔和馬仔就是一個配搭來的 而 努卡古和山塞士呢 就是他的第二配搭 那麼呢 就用 對不同的球隊呢 就用不同的配搭去打 那當然呢 如果他們四個可以Cross Over 就更加理想啦 但是我都覺得呢 其實 配合呢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呢 我估計啦 這個我估計 蘇瑟齒可能真的呢 想製造緊一些 很好的配搭 為我們的前鋒線呢 就令到我們有更加好的 就是殺敵的能力 在前線方面 OK 好繼續啦 就記者也都問及了 華倫西亞華隊長和馬仔怎樣 那他就 蘇瑟齒一齊就說華隊長呢 就不太樂觀了 因為呢 他有一個Calf的Problem 那呢 都剛剛才開始叫做 開始叫跑得步 所以呢 華隊長就會比較久一點的了 需要 那馬仔呢 就說 馬仔呢 其實就 根據他所說 我猜呢 就應該是理論上的 可以踢得 但是他就說 今次呢 他都 他沒有說 幫我幫他講 應該吸收了教訓 所以馬仔呢 他都說 最快都要收銀頓那場 才會出的了 水仙宮這場呢 一定會被他休息 他也都主動 他跟著呢 也都主動提回連吉特那件事 那他就說呢 他也都再給大家多些資料了 這次又再講得清楚少少少了 坦誠報公 他說呢 連吉特呢 當時呢 的而且確呢 take all the boxes 就是說呢 其實呢 他是 絕對是 符合這個資格 是代表我們上陣的 因為真的 他的在表現 操練的時候表現呢 其實就表現到 他是有這個水平 還有這個狀態 那但是呢 就是始終 他那個 那個 sorry 那個復原 那個復原都是好的 根據大家見到的紀錄 那但是他都說了 就是 可能真的太過早了 就是在利物浦的時候出他 那但是他也都說 其實連吉特呢 真的很想在這個晚 就是在這個雙雄會那裡出場的 那所以呢 我想他權衡了 那個球員那樣想出 而 客觀地看 理論上 那些 就是復康狀態呢 也都是很好 就是也都不錯的話呢 那他就 就是 下了這個判斷 出了他啦 那麽早的時候 那所以來講呢 就 我想呢 無論是他 和連吉特都有一些責任 不過說真的 連吉特這個責任 雖然是有責任 但是真的要賺 因為他真的很想代表我們 踢雙雄會 OK 那而蘇斯特查呢 也都是可能他都就是 真的好像我們這樣講呢 覺得自己都是交了學費了 就算個球員多想出 或者 客觀來講 真是 理論上是可以出的話呢 但是始終 球隊來到這一刻 那個勞選的情況之下呢 應該是 休息多一場 就穩陣一點 那都是 好像我們之前所講 都是拼的 就是講真 好像有 我記得有位球迷講話 有位萬迷講話 如果他入了球 你又不是這樣講 那真的喔 那如果福仔拼到 那球單都入了的話呢 還有 講真啦 還有一樣東西要講 那球單都如果入了 即是說 如果Ellison弄不到他的話呢 可能他又未必 當然啦 好像連吉他手手手 是之後跟 和Robinson的碰撞的 這個我就 這個我又不肯定 不過好像是 那所以呢 Ellison那裏撞掉了 他就未必有一個直接的效果 但入了之後 入了球之後 可能整個形勢就不同了 所以這個的確 講真 我們都是球迷一個 吹水的地方 那我們就講 很多東西有個如果在那裡的 但問題就是 當然我們都很清楚 現實上是沒有如果 不過 我們作為球迷 吹水 那當然是說 如果這樣就好了 這個就是 絕對是 我們萬迷早晨的一個 環境來的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我們是一些什麼專家 講真 我又反過來講 聽眾群裏面 觀眾群裏面 的確有很多高手 那他們可能是專家 但是小弟 我 就絕對不是一個專家 我只不過是 一個看球看得久的 一個球迷 一個萬聯的球迷 我真的 我真的千萬不要當我是專家 我的而且確實上 也都不是一個專家 OK 純粹是一個球迷的分享 大家千萬不要搞錯 OK 好 我自己經常猜錯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千萬不要抬舉小弟 真的不是 但是 周斯特 但是周斯特 看到他說的 看見他 這一次 記者招待會 他都可以 間接地 告訴我們 他是交了學費的 這次 學到的 他也都 然後他就 讚了 麥托姆里 還有彭麗娜 兩位朋友 上場球 打得相當相當出色的 OK 所以他就覺得 兩個 他是很相信我們的 清分 我記得有人有球迷有漫迷留言說可能因為真的彭麗娜清分 所以他出他instead of Flash 真的有可能的,如果聽蘇斯阿賊這樣說 不過真的不知道,他就沒有直接說的 不過可能有這個可能,我們聽他說話之後 之後他就再說,高美斯,James Gardner和鐘仔真的有機會踢的 不過又說回頭,好像有漫迷也提過 早兩場比賽他都說過會出的,但結果都沒有出 所以這個情況究竟他又是一個煙幕,還是真的會出呢? 今次真的要看一下,今晚就看一下揭曉了,究竟會是怎樣 好了,他也說回少少對手,他說他們真的打得不錯 剛剛贏了,李斯特城贏得這麼好 他也覺得學神設置他的球隊,即是布陣,都是相當出色的 當有波在腳的時候,他們的表現也都相當好 我想他說就是沙霞和唐辛,即是兩個 剛才我們都有提過的兩個球員 那他就說,還有,大家不要忘記他們還有巴舒亞伊和賓迪基 Bentucky的,不過這麼說,很老實 Bentucky和巴舒亞伊這兩位前鋒球員真的身體質素相當強勁 但是入球的能力就真的有待觀察了,我知道這麼說 希望他們可以保持水準 OK,大致上蘇斯一查的記者早上就講到這裏 老實說,我都講少少我的看法,這一場球 我們還有一場周末還有一場收藍頓根尾 所以蘇斯一查都要考慮這兩項 我亦都趁機講一講曼聯的接下來賽程是怎樣 星期六,11點就會有收藍頓根尾 然後下個星期都有兩場比賽 就是PSG的第二回合,還有這個 星期一的凌晨,即是星期日晚 就會有阿仙奴作客的比賽 這場作客,收藍頓會回主場 接著無論是巴黎或者阿仙奴都是作客的賽事 所以這兩個禮拜的賽程非常密 兩個禮拜裡面有四場球要踢 我相信這場球,尤其是剛剛大戰完禮物浦 雙鴻匯,我相信這場球都會有些輪換 但是我們能夠輪換的人腳真的比較少 所以我希望這場球繼續重用 Sanchez和努卡古 小將也會隨時後命 如果他們兩個有些問題或者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我相信這場球是有機會後備上陣的 那麼多個裡面最大機會的是鐘仔 我覺得今晚很大機會鐘仔有機會後備入體 當然他後備入體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真的要派他出來,希望有個反轉的效果 當然這個我們就不想見到,好嗎? 第二個情況就是可能我們已經找操勝券了 換一下鐘仔出來,拿一下經驗 還有呢,讓努卡古或者山齊士都有機會休息 因為他們兩個,尤其是山齊士,未必可以打足90分鐘 那我當然希望鐘仔在後者的情況出場 不過是究竟是怎樣?大家今晚就會知道的了 那麼中後防方面其實,後防方面就沒什麼怎麼動了 都是用那四個先的,我覺得會 或者...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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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應該有沒有機會... 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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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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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選擇可能要用麥湯加上彭麗娜都沒頂 因為我覺得夏奶奶和馬迪就算可以 可能都會休息一休 理論上這場球出馬迪或者夏奶奶是好事的 因為收藍盡那場可以收一收他們 下場就剛剛一個星期對PSG 但現實上就未必可以這麼理想 所以這個都是很考北周斯克查的功力 所以我覺得這場可能會出麥湯加上彭麗娜 看看情況如何再考慮 究竟馬迪和夏奶奶什麼時候會復出 因為有個小小的好處 這個星期的那場球我們是星期六踢 PSG那場就是星期四的凌晨 就是星期三晚才踢 也算是有幾天休息一下 就算夏奶奶要出收藍盾那場 也有休息一下 根據星期一的轉 Terry都跟他們說過一些 例如馬達和夏里拉的狀況 當然那些就不是官方的證實來的 但是看樣子 他們都未必是重傷 應該都是可能休息幾天 或者休息一個禮拜 但是起碼去到PSG那場應該就出得翻了 看樣子 但這兩場聯賽 英超就可能要看下其他的球員要真的step up 好像蘇斯克查那樣說幫幫手 OK 好,接著就去到留言時間了 當然我們會說一下留言 首先我想說一下昨天 這個叫做 昨晚我們第一三條片 好多謝大家支持 有朋友說看完三條片 真的很多謝 因為很長 尤其是有一兩條都整個小時 好多謝大家支持 還有昨天首映 想說一點點首映 因為首映這件事和直播是不同的 首映其實就是我自己錄了之後 就set了一個時間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看 所以對於 各位觀眾的情況 就好像在看直播 但是實際上是錄播來的 所以V昨天說想加入 或者是 你們說話大巴會不會 用聲音回應你們呢 就不會的 因為其實是錄影來的 其實是錄影來的 不過只不過set了個時間 大家一起看 以前做830的時候 我就經常做的 但是現在就少了 所以如果 之前有一起玩830的時候 就可能會 見過這件事 對不起 玩830的時候 的意思是 都是11點多做首映 就不是830做首映 不過 玩開830的朋友 就比較清楚一點點 晚上做首映就比較少 所以昨天 可能大家都 不太知道 究竟是首映做什麼 趁機解釋一點點 這樣 還有我也都cap了一點點 因為 一些直播的留言 就很難去cap 所以就cap了一部分的留言 跟大家分享 昨天首映那裏 因為首映我讀不到的 即場 唯有現在讀少少 不過呢 都說多一句 未必能 不能夠讀所有 因為 首映或者直播 要cap一些留言 其實是很麻煩的 好 一於讀下老婆好不好 華迪克就說 我現在在 8X 買貓糧 即是他昨天 出了街 都看我們的首映 多謝他 Rishun 更過癮 他的留言 就說 擺了烏龍 以為是大水炮生日 原來蘇斯克茶 蘇莎生日快樂 早日 掌管外隊 共犬魔性 還有對利記 那場我隊 人爹人戰術 是處理得不錯 所以 不得不贊 蘇莎的團隊 是有進步 而球員他們的執行 亦都有理想 搞到利記的前鋒 連轉身的機會都沒有 不要說射門 所以呢 出大巴手籠都可以 哈哈哈 Rishun真是抬舉了我 不過是的 那天 敵幾日的 而且不是太多東西可以做 我手籠都可能 可能能頂一下 希望 我也不知道 二仁太空 應該是新朋友 歡迎你 他說山神就沒什麼表現 阿漢就說 明顯 見到楊架都很累 阿掌希望大落仔 代楊架 我都忘了 其實大落仔可以出的 這樣 那麼可能 看看給蘇爾頭 還是給楊架頭 這一場 不過給楊架頭 機會大一點 我覺得 Pon就說 Ole at the wheel Tell me how good does it feel 這個就是 Ole 就是我們蘇斯亞柵的專門打的歌 經常在奧德福聽到的 我們現在都 阿漢就說 太短了 是可以廣長一點的 給個意見 大水泡 Eric Willi就說 在英超來講 里城的防中 尼滴滴 可能是一個適合我們的 跟 我們 跟聖駕比高的球員 覆蓋範圍 大 三個Tackle 一場 今季有兩球進仗 身價也未必太高 V就說 那球勢緊的衣服 被對方球員拉住 說最後那球 就是 V很好 他解釋 勢緊的 為什麼不可以 衝上去拿球 和 去衝上入龍門 其實就是 他被對方拉三的 麻煩了 阿V的補充 好 接著就讀其他留言 既然說到YouTube 就讀YouTube的留言 先 好嗎 York 那個就上次讀了 就 痴聰這個開始 痴聰就說 大巴你好 小弟有個提議 未來萬元對水英雄 防守中場 可不可以 麥湯 和 Sorry 可以用忠師 拍麥湯 來試一下 一個老經驗 拍一個小經驗 頂住先 除非馬迪 和馬達 出不了 如果馬迪 馬達出不了 行不行呢 因為忠師夠硬正 就算殺球 殺不了 也有後防頂住 如果他後防比較危險 很容易有12馬 所以提議一下 是本人的想法 希望大巴不要介意 喂 痴聰 怎會介意 大巴 還有呢 我相信各位的 觀眾 萬維觀眾 都不會介意的 因為我們這裏正正 就是講自己 看法的一個平台 不過我都 回應一下 其實忠師 打回防中 就已經是 很多朋友 都有提過的 其實 始終 你不是第一位提的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說 大家都不會介意 那我自己覺得 都是可行的 但是 又要想一件事 第一 忠師 就說他有病 之前 蘇斯一齊說了 他好了未就不知道 這是第一件事 假設他已經好了 全部狀態 如果這樣說 我們的三中 就是 普巴 忠師 和 密托姆利 那 應該理論上 這樣的擺 忠師會 投後一點 他就做 殺波那個 其實 他打這個位置 我相信 都幾稱職 應該會 你的想法 都幾相似 應該都可以 但是 是不是要用到他 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用到他的話 麥托 就會跟普巴比較向前 因為尤其是打 比較中下游的球隊 我們三個中場 一定是兩個偏前 說真的 甚至乎普巴希望 可以盡量殺到 幾前得幾前 而 以 蘇西查的擺法 變成 密托姆利 就有個難題 因為我都講過了 始終他都是比較亂 就是那個比較新的球員 如果 那麼快 推到他前面 發揮他的 進攻的小宇宙 即是說 他可能 拿球 或者hold球的機會 大了 會不會 令到他的壓力 大了 影響到 表現呢 這個我們要考慮 所以呢 一基於這個原因 我自己就 不是那麼偏好 但是呢 當蜜湯沒有你 比較成長多些 有這個能力 真的 穩定的時候 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你這個陣絕對 是有可能 可以出也 可以幫到手 因為蜜湯和普巴 應該沒有踢過 他們應該沒有踢過 因為年紀 都相差得比較大 他們沒有試過同隊踢過 不過起碼 大家都是清分系統 可能都會 有些 有些少的 容易的 容易的 建立默契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即是說水晶弓這一場 我自己有少少保留 如果敢出 但是呢 長遠來計 有可能的 反而如果這樣說呢 我就會建議 如果真的要出中施的話呢 我反而鼓勵會出彭麗娜 拍普巴在前面 好些 因為彭麗娜的進攻的 概念會比較多些 因為始終他巴西人 第一 第二他也是年紀 或者經驗比較多些 反而始終我就會有個 反建議 如果真的出中施 就不如嘗試出彭麗娜 拍普巴在前面 你看這條片的時候 都仍然可以繼續留言 說回 聽完大巴說 你又怎樣看 或者你有沒有更多的建議 OK 即管今晚看又怎樣 不過我自己覺得出中施的機會 就 蘇芹一齊來說 我 我猜會比較小 我猜的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 蘇芹就說 最近 一天都有兩三條片 累了 大巴記得要多點休息 夜晨都是這樣說 大巴也都出了一兩條 這條那麼長的片 計算了準備 會不會不夠時間 做其他東西的 這樣 回答蘇芹和夜晨 第一 多謝兩位的關心 尤其是 我都知道休息的重要性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這幾日 其實這 個禮拜都比較出得多片 其實什麼原因呢 老實說 其實就是 我最近比較有空 所以 就可以 出到一兩條片 第二 最重要 我當然 當然重要 我沒空就沒得做 但除了我沒空之外 為什麼我會出兩三條片呢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我最著重的一件事 就是各位的聲音 為什麼呢 因為上個禮拜 這麼巧 很多朋友 看完那場 波子 贏了車仔之後 很多東西想說 個個都想說 他們的意見 所以 我又這麼巧有空 就到時間 就跟大家錄多點音 所以上個禮拜 會有 很多條 嘉賓 錄音的片 所以 第一 我很尊重他們 第二 我亦都很珍重 各位 發聲的 想法 所以 我亦都 只要我有時間 盡量就 就 所以 上個禮拜 就很多很多 嘉賓的片段 再一次多謝各位 上來開麥克風的嘉賓 第二 這兩天 尤其是昨天 最主要 為何無端端 這麼多條片呢 三條片呢 第一 大水炮 一向都是 有做開 我當然要 希望可以儘快 可以把大水炮的意見 跟大家分享 這是第一 然後 那兩條片 為何會有兩條呢 就是因為 大家真的很支持 和大家很喜歡這個平台 我真的見到 因為 我們剛剛 香港會那場 播日即場留言呢 有成 四百幾五百個 其實很奇怪 我有一次 有時呢 我見到他寫 四百九十幾 但有時呢 我見到他寫 四百五十幾個 comment 那究竟是多少個 我都不知道 總之就是超過四百個 那 說真的 我講過很多次 各位的留言呢 我都是 真是真而 眾之 盡有可能的話呢 我都盡量讀了 但有時 就有時 好像我說 直播那些 很難cap的 有時cap不完 還有有時呢 真是 可能有時 怪一漏漫 有時真是看漏了的 都未頂 可能會看漏了 但我都是那句 尤其是新的朋友 聽到這裏呢 如果你有些很重要的留言 你很想和大家分享 而你發覺大巴 可能讀漏了的話呢 你記得 告訴我 我之後會幫你補讀回的 如果真的 因為呢 總會亡中有錯啦 那麼多留言 有機會讀漏了的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告訴我 就行了 一定會讀回 就不會說 特地不讀你的留言 這個絕對不會的 OK 所以呢 多謝各位的關心 所以我都是會 量力而為的 我會量力而為 當我忙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出少些片的了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 到時啊 這樣 好 多謝多謝 那麼 至宗就說 大巴 卡巴爺是不是沒有班落 可不可以簽回來做短閘用途 他可以在中場數堂交球 和這個死球都可以 支持在水晶宮的踢球員 有沒有可能 這位卡巴爺呢 說真的 他那時候 最初在英超踢哪一隊 我忘記了 我都幾喜歡 柳卡素 好像 我都幾喜歡 他 跟著他去了 PSG之後呢 都 我覺得是可惜的 因為大家不知 記不記得了 他在水晶宮 sorry 他在PSG呢 沒什麼 怎麼踢的 跟著 回來水晶宮 現在呢 去了一個 中東的球會 跟著 一月就解約了 這樣 所以他現在呢 根據我看到 遺跡 他就是 free agent 來的 但是 始終都 33歲的年紀了 那你說可不可以作短暫用途呢 我自己個人 我自己個人就不偏好 因為大家都可能都 聽得久的朋友都估到我的套路了 我就真是 我寧願給機會認清球員的 我不是說 千萬不要搞錯 我不是說 有經驗的球員 沒用 只不過 他又不是 跟我們本身 萬聯有聯繫 他是好波的 這個我也不否認 但問題就是 他是否 幫到我們手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中場 是不是沒有人呢 這個我就考慮的 我覺得我們中場 又不是沒有人的 不如就給多些機會 密通 你或者彭尼娜 可能會更好 那你因為 為什麼呢 如果 叫他來 就by他的經驗 但是經驗來說呢 我又覺得 我們是不是沒有 不過對 其實始終你又說得對 我們 未必有一個 那麼有經驗的 球員在 OK 所以你 也有道理的 所以大家不要又說大包搬龍門 因為 我只不過就是 聽了你們的 大家的意見之後 就等於跟朋友 聊聊天 那聊聊聊天 可能 當你知多了的時候 是呀 之前的想法可能不夠周全 或者不夠周長 所以 就改變了 想法 這個其實 說真的 我都是那句 就不是說 想說服大家的 大家聊天 但問題就是 聽了別人的意見 可能真的覺得 是呀 自己 之前的想法 未必有周長 改變了 說真的 在大巴身上經常發生的 如果 就是那句 有很多朋友說 那你就是搬龍門 那 搬龍門 如果你覺得 那是搬龍門 那就搬龍門 OK 但是 我現在 講回這裏 不好意思 扯遠了 講回 枝聰這裏 其實 我們想想 未必有一個 很有經驗的 中場 球員 其實 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可以想 不過說真的 還有一個問題 不知道他現在的狀態 因為始終去到中東 風踢的狀態可能都未必那麼適合 這個就不知道 不過這個 這個提議不錯的 原來 我聽完你講之後 覺得 都是真的 我都 我都 沒特地想 因為我 真的很想年輕球員多些機會 這個是我的 有少少偏見 所以 我就未必想到 聽完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可行性 不過 就要看一下 究竟 卡巴耶的狀態是怎樣 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如果他是 沒有合約的球員 還可以簽 現在都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不要以為 過了轉會槍了 怎麼簽 如果他完全是一個 free agent 沒有球會 沒有合約的球員 其實是可以的 這件事 OK 好了 Friesing 就說了 彭麗娜 自從那次 2比2評局 即是和了球之後 犯下低級錯誤之後 對利物浦 很努力 彌補了之前犯的錯誤 打得非常之好 希望給他多些機會 同意 Friesing 尤其是年輕球員 犯錯之後 要改正 其實真的很難 要起身真的很難 所以 我都同意 鼓勵多些彭麗娜 始終繼續說了 下場對水晶弓要小心 水晶弓都不是善男 順利 同意 都是那句 做好防守 始終作客 為前四 加油 努力 好爹好爹 同意 Sieven就說辛苦了大把 不辛苦的 最重要大家支持 大家一齊在這 大家都努力 因為 除了我說之外 你們都要努力地留言 還有努力地參與 我們這個萬迷早晨的平台 才可以繼續運作 老實說 Sieven繼續了 他就說 蘇瑞可以考慮 回購水晶弓的沙霞 此子 熟悉英超 右速度 侵略性強 身體健壯 而且較容易融入曼聯 擺他打右翼 加上福仔和馬迪爾 戰鬥力 超恐怖 打突擊更加嚇人 Sieven你講了這個正面的東西 我作為一個 叫做 Devil's Advocate 就是講少少 沙霞的 不好處 讓大家兩邊的意見都聽到 剛才你講了好處的 我不重複沙霞的好處 我也同意的 他的好處 我同意 但是這個不好處 就是 始終 他之前在曼聯 發揮得不是那麼好 我自己估計 純粹我估計 或者也聽過 有些人說 就是說 他那個 壓力 未必那麼大 承受到那麼大的壓力 始終打曼聯的壓力 和打水晶弓的壓力 有少少不同 OK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他是真的要做 我套用大家 有些朋友經常說 他要做主角的球員 就是說 其實對球要圍繞著他來踢 他就會踢得很好 但是 如果他來到曼聯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對球 我們曼聯會不會圍繞著他來踢呢 這個就是大家要考慮的情況 就是說 情況有少少跟山齊試 我記得 早幾天有位曼聯 還是誰說呢 他都是講山齊試 就是說 要圍繞著他來踢 他才踢得好 但是由於他來到曼聯 就不是整隊球圍繞著他來踢 圍繞著他來踢 所以他就表現得不是那麼好 沙霞都有機會有這個情況 Steven Steven又講了他的意見 我又講了我的意見 大家的意見 都是正面和反面 大家可以建立自己的想法 大家自己覺得 對不對 大家自己落判斷 千萬不要以為大巴 反對Steven 千萬不要誤會 純粹 Steven講了一些正面的 我就拿一些反證出來 希望大家都有兩面的 看東西比較全面一點 正反兩面都看到 OK 好了 Kenny就說辛苦大巴了 給一些不知道頭不知道路的人敢說你 你的回答真是大方得體 給個讚你 其實大家都是 其實大家是真 其實大家是真萬迷 應該平心靜氣留言 不是麻戰 辛苦大巴 Kenny多謝你多謝你先 多謝你的like 也都多謝你 這樣講我 多謝你 但是呢 我也是那句 其實昨天那位朋友 我覺得他都不算太麻戰 他都是說一些 就是他見到的事實出來的 所以我也都 第一我不喜歡跟他麻戰的 這個是事實 我真的不喜歡跟他麻戰的 第二 就是說 我亦都嘗試解答他的問題 還有呢 其實我 就是 比較 講得 我覺得重要要回應的 就是說 他說我 什麼 不配做萬迷 不配自稱萬迷 根上的意思 我就想解釋 其實你是哪一對 的球迷 是你自己才知道 其他人是不會說到給你 或者是不會認證的 沒得認證的 因為 反而你自己 隨心 OK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是那樣東西 我就想 回答他 因為 因為 做球迷 或者做萬元球迷 沒得認證的 你如果 嚴格來說 你說你入了球迷會 你就真正萬迷 如果你用這樣的argument 我沒得爭 因為大家看法不同 OK 還有大家對於這個 萬迷 或者萬元球迷的 定義不同 所以呢 是沒得討論的 因為大家的定義都不同 OK 不過我尊重你 就是這樣 那麼 始終就說呢 贏 長水正攻 就和祝 蘇瑞生日法樂 Happy birthday 是啊 希望你 不知道你的生日願望是什麼 但希望呢 你可以 帶領我們萬元 繼續發光發亮的 這樣子 那麼 KW 都不是大把講 看多點片才講 也都是講 我想各位朋友 那麼 那麼 始終有很多東西 就是很多大家的意見 來的 根本這裡 如果你看萬迷早神 就以為來看大巴的意見 那你真是 只是看了個 節目的很少部分 因為大部分時間 都是大家的意見 當然我作為一個主持人 可能都有一點責任 那麼可能 也都可以這樣講的 其實啊 Andy就說 拍大巴 首先 祝蘇瑞生日快樂 祝他呢 願望成真 我指呢 是他可以坐正啊 只可惜呢 礼拜天那場商用會呢 未能全取三番 賊利 賊利 的招牌啦 我幫你 因為他拆利器煎他的骨,可能嚴重了一點,拆他的招牌 當然拿到一分都不錯,如果不是這樣就完美了 雖然外隊的球員雙的雙,球員已經盡力了 整體來說是合格的,起碼不會看到無眼分 另外你們有沒有見到一則新聞,就是當日雙鴻匯的時候 又是那件事,我昨天轉和昨天都說過 老實說,我真的不想說他,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 這一段,他竟然說李記要踢雙腹仔 這件事真的證明了他的人格是怎樣 他還要回應,他再回應那一刻才令我覺得 我覺得我真真正正最後也說一次,我真的沒看錯你 這位兩面不是人,好多謝 多謝Eric幫他改了這個花名,兩面不是人 真真正正正形容到他 好,繼續看看Andy說什麼 好,星期三,長球對著水晶弓,福仔不知出不出 不過如果蘇斯一查帶領的曼聯 好像就沒有了那種擔心輸球的感覺 所以強強過了關,真的都沒怕過 雖然有很多雙左,主力的球員都出不了 不過我們外隊的實力還是贏得到的 雖然是作客,不過他相信也沒問題,樂觀的 Andy很好,Andy也是相當樂觀的一位曼聯 KW就說,贏水晶弓三隻蛋,送給蘇斯一查做生日禮物 蘇B,生日快樂 繼續他說,其實大水炮分析都很好,加油 是啊,我真的很喜歡大水炮的分析 說真的,Tom就說,Eric興高健,令小弟茅失頓海 Joe就說,Eric多謝你的詳細分析,有所得益 祝蘇B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帶領萬聯,創光輝,稱霸英超,再斷歐聯 真的,Eric的分析真的非常之正的,我也很多謝他 好,Rudy就說,首先祝蘇瑞生日快樂 剛剛在MUTV重溫他萬聯時代的入球 哇,真的厲害到沒有朋友 他說,大巴兄,今天上的三條片已經由頭看完 哇,多謝你,Rudy 希望大家,其實說真的,我們在萬聯早成的其中一個中心思想 都是希望大家支持外隊,支持得開心 對吧,這個很重要 那麼,這裏呢,也都是非常多謝大水炮Eric 每星期這麼有心有力做條片 給我們萬聯重溫功課 很明顯Eric真的放了很多心機下去做 這個我會惡意你的,Rudy 這個絕對是的,Eric真的很有心機做 那麼,沒有東西可以挑剔 不過呢,都有一點點東西 那麼,由於Eric本身的聲音比較低沉 如果可以提高一點點,聽起來就會比較醒神 這個呢,Rudy,我明白你的意見 不過呢,我亦都... Eric,他做不做到,或者怎樣做呢 那Eric自己去考慮 不過呢,我純粹以一個個人的意見 或者個人的經驗,跟Rudy說回呢 就是說,我自己啊,我自己來講呢 都有人提議過,我可以用高音一點點來講 會聽得舒服一點的 不過呢,我當時都回答了 就是說呢,因為我每天都會講的嘛 那其實說真的,每天講一個多小時的東西都幾累 和辛苦的 還有,聲音呢,有時候支持不到 那所以呢,我當時的答案現在都是一樣 就是說呢,沒辦法,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只能夠用回我最平常的聲音去講 因為每天去講,每天特意去提高自己的聲音 過幾小時呢,其實很辛苦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所以呢,在我自己的立場 我自己的立場 我就會只能夠用回自己最舒服的聲音去講 這樣令到呢,就可以繼續持久下去 那,但是Eric,他就可能一個禮拜講一次 那他會不會可以做到這個Tuning呢 這個就讓Eric自己去決定了 不過Rudy,這個提議我是明白的 不過呢,有時候呢,實際上做不做到就不知道 那我等Eric去看看他可不可以會嘗試 那我自己就先講了 因為之前有人都提議過的 那真的,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提議來的 令到大家聽得舒服些 多些人聽啊這樣 那我的立場來說呢 就是因為如果每天都過幾小時這樣做呢 或者起碼半個小時啦 是我不能夠長久做下去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為什麼做到這麼久這個節目呢 就是因為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方式是很舒服 還有我亦都很享受做這個節目 那我才可以每天抽到時間出來做 其實真的,這個很重要 不過當然Rudy並不是說 你的提議不好啊 說真的,你的提議都是好的 不過,就真的未必是做到 那看看Eric還能做到,OK? 多謝你 跟著就說 這個只是我的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其他人 努力加油 支持大水炮 支持晚聯 支持BB拍大巴 萬迷早晨 多謝你啊Rudy 所以這裡真的很好 大家又會很關心 大家會不會做得太多辛苦 也會很好的提議 不過最慘就是 有時好的提議 未必一定做到 那看看Eric這個提議 他怎麼回應 不過呢 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希望鼓勵大家 繼續給多點意見 不過做不到呢 就希望不要介意 OK Ashton就說 喜歡了萬聯很多年了 唯一不喜歡的 就是紅魔的老闆 是美國人 邪惡帝國 快點盡快離開萬聯 那樣的 Ashton都很清楚 萬聯的歷史了 就是近排的歷史了 好 那Youtube讀完之後 就到這個Facebook了 Facebook就是Jason 他有兩個留言的 他說 蘇歲生日快樂 希望你可以快點坐正 相信這個是大部分球員 和萬迷的共同願望 繼續 他說 多謝Eric的分析 做得已經很好 還差大巴少少 炸 努力 Jason 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同 最後那句真的不同意 不是差大巴少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Eric 和大巴說的 角度很不同的 我 Mathieu 經常說的 他說 Mathieu自己 和大巴兩個 去看這個球賽 和去評論這個球賽 都是用一個Feel的感覺 因為我和Mathieu 對於戰術的事情 我們第一 說真的 只會少 不會多 會很少 還有 我不知道Mathieu 為什麼這樣 但是我的原因 就是 我經常覺得 戰術好像上課 因為要做很多 要做很多 資料搜集 做很多研究 還要明白了 理解 還要融會貫通 才可以講得上 戰術比較厲害 說真的 我真的 千萬不要以為我 我戰術我真的不懂 只不過看球看得多 就懂少少辦代表 記住 大巴是不懂戰術的 是懂少少辦代表 就算是 有時講一下 真的 你和我一研究 譬如 信聰卿就知道 我有時和他錄節目 他一講到太深的東西 我就說信聰卿 你講了 我招隔不到 因為我真的 真的不行 在這方面 如果聽戰術 或者技術的分析 千萬不要聽大巴 所以 Eric的戰術分析 或者還有另外一個 戰術分析 就是BP戰術會 Brian和Penny 他們的戰術分析 我可以告訴大家 無論是Eric Brian或者Penny 他們的戰術分析 都是比大巴 不知多少倍 真的 真心 所以 如果你說差大巴一點 真的不是 Eric的戰術分析 是肯定好過我 一來他有心去鑽研 第二 他也是一個非常非常細心的人 雖然我認識了他不太久 都是經過萬維早晨 這個平台認識 但是 有時跟他聊天 你是感覺到 他是一個非常詳細 看東西 看得很仔細的人 因為 大家都 戴水炮 如果之前早些聽 萬維早晨的萬維 觀眾 你聽早期的戴水炮 他真的看到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老實說 我自己是比較粗疏的人 很多時候會看漏 所以真的 好像那次這樣 這場球 我明明看到迪基亞沒有用手 那次 真的 大巴是比較粗疏 看錯了 但大巴也是用於承認錯誤的人 看錯了 跟Michael Oliver說對不起 因為真的錯了 但是相反 Eric就是一個很仔細很仔細的人 他看東西看得很仔細的 所以很多東西他都找到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大水炮的分析 我自己覺得很棒的地方 所以Jason 最後那句 你說差大巴少少 這個我真的不同意 但是我相信Eric 也都很喜歡聽大家的意見 也都很想跟大家一起進步 因為Eric是一個有要求的人 真的真的 就是我 我有時跟他夾這個大水炮的時候 或者做轉的時候 跟他聊天 我都很感受到 他是一個精益求精的人 這個態度 我覺得 也都是跟萬聯是很夾的 是不是呀各位 OK 那今天的節目是這麼多 講多一次 今晚場球是凌晨4點 3點就會出這個即場討論post 希望大家就 積極在這裏留言 也都預祝 我們應該可以 就是繼續 在英招那裏 爭逐前四 希望未來的比賽 可以 贏多幾場 OK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明天的拍大巴角度 再跟大家聊天 講晚聯 拜拜